击打日德拉一家国家储蓄银行 今天清晨大约五点发生提款机 遭蒙面匪徒炸毁的事故 两名汉匪利用土制水管炸弹 炸毁提款机短短两分钟内 截走了三十万领级 古邦巴塑警区主任阿多拉辛指出 两名蒙面匪徒是共乘一辆 丰田加美轿车抵达银行干案 而当时事发时 银行并没有保安人员看守 银行闭路电视画面显示 匪徒先是撬开门进入提款间内 然后用土制水管炸弹 塞进其中一个提款机的保险门 接着引爆了提款机 短短两分钟内 就取走四个装有现金的箱子 警方在清晨五点四十五分 接获投报到场查看时 大约六百令吉的钞票散落一地 匪徒已经不见踪影 由于匪徒干案的手法 和今年二月发生在亚罗市 打的提款机爆炸案雷同 警方还在调查这两起案件 是否是同一伙匪党做的